朋友们好 您看眼前的这一片橘黄色的庄稼您认识吗 这里是我三月份来用无人飞机拍过那个观赏的那个油菜花的地方 今年呢因为这种特殊的这种情况 让我们远离城市远离人群 我发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三月份来的时候我没想到这里有一片又一片的金黄色的 工人观赏的油菜田 那时候那油菜花呀它就是开花给人看 它不收油菜的 那个当时的三月份呀来今年的观赏的人也不多 今天呢我就是想出门呀 因为日本全国紧急状态已经解除了 我想出门放放无人飞机 春天的时候呀总是刮风 加上尽量不要出门的这种政府的提倡的这种要求 所以呢好久没有放无人飞机了 我那个无人飞机呢它因为比较轻嘛 稍微有点风的话就容易把它吹到一边去 只有不到两百克嘛 那么不放的话都差不多忘了 今天我就想着来到这个人少的地方 尤其这个这一条石子路 几乎没有车和人通行的地方 意外的是我想说的那个想看的那个 绿油油的稻田呀真的不少 没想到它有这么一片又一片的 马上成熟就要收割的小麦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 我来日本25年了我觉得东京周边呀 除了那个种蔬菜就是那个稻田 好像没有见过这种成熟的小麦 小小的那个麦苗见过 它基本上是那个种菜的人家 好像种一点那个麦苗 到过也长得稍微高一点 它就把它翻到土地里去 好像作为肥料还是什么 我也没有问过 今天呢一下看到这么一大片又一片的 像红高粱一样的那个小麦 我作为一个那个北方出身的人来说 对麦子的那种亲切感 因为我们小时候呢上学的时候 学工又学农 那个学校里基本上都有农场嘛 到了那个每年换 到了到我们大学的时候 还学校里去农场 每年换的就是不是 四年只去一次 所以呢 这个到了日本 这25年我没见过 这已经是几十年以后又看见小麦 特别亲切 当然它这主要还是稻子 所以那个稻田里的那水呀 倒映着蓝天白云呀 特别漂亮 今年的这种特殊的时期呀 改变了我们生活习惯 改变了我们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情 让我从此爱上了这一片地方 有事没事呢 我想我以后常常会抽空来这种大自然里 放放无人飞机呀 吸收吸收新鲜空气呀 走走看看呀 很宁静 很舒服 今天呢 我就特别想在这个地边碰见一个地主 问一问它这小麦是什么品种 是真的是吃的还是做什么 比如说日本的舞动呀 还是做什么用的小麦 但是呢 今天我来的呢 到这里已经中午了 天气特别热 不是人家干农活的时候 所以那个田边地头 没有看见一个人 就我在这个石子路的那个后边 有一辆车大概 来的人和我差不多一样的人 所以呢 没有看见这个地主 没有看见这个地主 我也没办法问 他们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品种的小麦 像红高粱一样的 只不过呢 刚好放飞飞 用无人飞机 记录下一个我的新发现 我常常觉得就是要走出去 走出去就会有新的发现 你看漂亮吧 蓝天白云 一边是绿油油的稻田 一边是红红的黄黄的像红高粱一样的麦田 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2020年5月29号 东京北部七一线境内的田园风光 大自然中真舒服把我看见的分享给您 谢谢您 谢谢您的陪伴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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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朋友们的陪伴 快乐相伴 一起成长